任泽平微博 微信公众号双双遭禁言 此前建议印2万亿生瓦影全网热议 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对微博禁言了 作为网红经济学家 任泽平微博账号被禁言的消息迅速在网上发酵开来 其近日提出的2万亿生瓦论也再度掀起讨论高峰 1月10日 任泽平在个人微博发文称 应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 央行多印2万亿 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 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 不增加老百姓 企业和地方负担 并强调现在只有这个办法罪务时有效可行 不过 网友们似乎并不赞成上述观点 反对声音颇为强烈 任泽平也先后几次在社交平台账号发言 希望关于鼓励生育基金的讨论 拨一些理性精神和建设性态度 1月12日下午 他发送的最后一条微博 说的是柏拉图洞穴之狱 疑似在暗喻上述人口问题解决方案的前瞻性 任泽平最近的一条微博 发送于1月12日下午16点14分 截至记者发稿时 任泽平微博私信显示 无法正常发送 与此同时 任泽平的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 1月10日发布的解决低生育的办法 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 以及1月11日发布的 关于鼓励生育基金的极点回应两篇文章 以应违规无法查看 任泽平此次被禁言的微博账号 共有357.3万粉丝 是财经领域提量很大的账号 也正因如此 其账号被禁言的消息迅速在网上扩散开来 从网友的讨论来看 大家普遍将此次禁言与任泽平 前两日提出的鼓励生育基金言论联系在一起 1月10日 泽平宏观发布的解决低生育的办法 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提到 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养孩子成本太高 房价太高 占比分别为41.5% 27.2% 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是主要出路 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的支持率高达66.5% 在任泽平看来 应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 央行多印2万亿 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 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 让未来更有活力 而且不增加老百姓 企业和地方负担 他强调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罪务时有效可行 一定要抓住1975年至1985年出生的人 还能生的时间窗口 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 再不出台就晚了 不要指望90后 00后 1975年至1985年出生的这批人 还有波子多福的生育观念 而90后和00后 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 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任泽平称 1月11日 任泽平又先后两次发微博 对2万亿升华论进行了回应 但相关微博在1月12日晚间11点后消失不见 1月12日 任泽平也在泽平宏观上 发布了他对全球宏观经济的最新展望 主要观点如下 展望2022年 最大的不确定性仍然来自于疫情 当前新突变病毒奥密克戎引发全球新疫苹冲击 但致死率逐步下降 疫苗接种率逐步批高 疫情趋于常态化的可能性较大 基于疫情长趋于常态化假定 我们推测全球经济见顶 但分化仍在延续 中国经济有望从衰退转向复苏 欧美经济或从过热转入智障 新兴经济体始终未能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 2022年面临更大的压力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海外央行 已重启新一轮货币正常化周期 美联储加速Taper 英国央行加息 欧央行货币政策调整 新兴经济体多次抢先加息 警惕抢美元周期下 全球流动性拐点 引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风险 通胜大挪移 从工业品通胀转向消费品和结构性资产价格通胀 货币超发对全球通胀的正向拉动减弱 供给约束对全球通胀的影响仍待观察 预计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将向基本面回归 海内外PPI将逐步下移 但能源革命则会支撑长期价格中枢上移 服务 工资 物价通胀螺旋在海外部分经济体逐渐表现出来 居民价格存在上行空间 全球大类资产的主要逻辑线索是美联储加息节奏 美元强势周期 美债收益率上行 全球资本流动 大宗商品价格注定分化 至于权益市场将在基本面 资金面 政策面等中动荡博弈